一位英國官員表示,利比亞有大約50萬人想在今年夏季乘船經過地中海前往歐洲尋求更好的生活。 英國軍艦保女號的艦長尼克夫克普利斯特表示,有跡象表明有45萬到50萬的利比亞人在邊界等候乘船。 英國國防部星期日表示,一架直線機發現有四艘難民船遇險已經派碧女號前往營救。 英國國防部星期日報 英國國防部星期日報